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之际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谭耀宗 在香港接受专访时表示 落实好香港基本法将有助一国两制制度跨于2047年 谭耀宗介绍 香港基本法是为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制定的具有法律基础的文件 其地位在所有本地法律之上是特区权利的来源 他指出 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历时四年多的时间 期间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咨询 你看整个基本法是160条 还有几个附件 但是呢 虽然字总体来讲不多 但是我们用了四年多的时间 还五年的时间 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 其实我们要三上三下 这什么意思呢 就来了三次大规模的咨询 每次拿一个讨论稿出来 大家咨询 咨询完了以后我们修改 修改又再拿出来 再咨询意见 然后又修改 最后也再来一次 全面的咨询也考了三次 来来回回 所以咨询的面我觉得这是很广的 引起这个社会的讨论 1985年6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 谭耀宗作为唯一一名劳工基层代表 成为23名香港委员之一 十年35岁的他一时59名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谭耀宗说 当时社会很关注回归后有无退休保障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研究后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因此基本法也有明确条文 在36条列明 劳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护 他认为 基本法的颁布让当时的社会安心了 近年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风波与争议 谭耀宗认为 整体而言 回归近23年来 香港基本法落实的效为顺利 但有些人担忧 2047年之后 香港的路要怎么走 其实 国家一直对一国两制充满信心 而香港基本法正是以法律形式贯彻一国两制 如果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2047年就不会是大限 有些人觉得 哎呀 那个基本法就是50年 现在已经走一半了 也怕呢 未来是不是有一国一制呢 有些人也 所以就说 哎呀 我现在先争取多一些权利 但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的赞成 支持 一国两制 我们就要怎么落实好 落实好呢 2047年就不是一个大限 可以跨越了 可以跨越了